大哥 您看这报告上 有没有写悬赏多少钱啊 我不识字 我也不识字 那只要是报告 肯定有奖赏吧 来 咱报告林赏去 喂 报告老师阿弟 看清楚了吗 是徐瞬天吗 看清楚了 是 走 就咱们三个人呢 他可是司令肯定有枪啊 你不去公安局里叫几个人啊 对啊 叫几个人呢 你什么意思啊 你俩什么意思啊 我跟你们讲 他要是一个人 我当着办就可以收拾他 我得先去确定一下 是不是徐瞬天 带路吧 走 是是 走走走 在哪儿发现的 就在前面 那边 就这里边了 就是这儿了 我看见他进了这种的 这楼里可不止一户两户人家 这可怎么着啊 你快想想办法呀 我还等灵赏呢 是啊 快点吧 你们俩在这儿守着 我回去换警符 以查人口的名义上去 记住了啊 我回来之前不寻任何人出去 明白了吗 你们俩别傻站着 追隐蔽 好 别被发现了 好 好 阿婆 您好 我是警察 来查户口的 您这里住了几户人家啊 有十户人家 那您来看一下 这个人住这里吗 好面熟 我想不起来了 阿婆 不着急 您好好想想 他是不是楼上那个 在长三堂子干的 刘黛玉的老相好啊 阿婆 您看清楚了 我见过两次 我今天在楼道摘菜的时候 见他从外边回来 上一次 我看见他跟刘黛玉 移到处去的 阿婆 楼上住了几户人家 两户 刘黛玉在哪个位置 就是楼梯上的那一间 谢谢阿婆 大哥 你能不能多叫几个 你们兄弟啊 我说你怎么那么多事 我跟你讲 一会儿你就在门口 我去敲门 门一开 你跟我一块儿冲进去 好 千万小心啊 他身上有十根金条 还有枪 十根金条 那我能 我能要一个吗 先交工 然后再申请 都是有纪律的 什么 行了 走吧 有纪律的 我是楼下的 我们家全是水 来看看 是不是你们家漏水了 有空啊 跑 兄弟 完了 出事了 客长 伤口严重吗 我没事 客长 这次行动失败都怪我 是我让徐顺天跑了 我请求处分 你一个人执行任务太危险了 出了这么大的事 怎么不向领导汇报 客长 我回去的时候你们都不在 我怕徐顺天跑了 就自己来了 没想到会弄成现在这样 今天谁值班 胡客长 建亮 这地方已经找遍了 没找到区生园 这就算是给他一个警告 只要确定他还在浦江 就跑不了了 端木 赶紧把阿迪送到医院去 严重跟严谤 没事 你怎么一个人擅自行动 今天谁当班 我当班 我跟志云换班 我没能在第一时间赶到现场 我有责任 赶快去处理一下伤口 把子弹取出来 要不然会感染 带他去医院 快 是 是 我先走了 客长 胡长官 你刚才说你打电话到局里 总机出 是找男人替你打的 卖混沌的 我怕 给你在局里造成冥想 以后还是别打了 你要是经常来看我 我就不打了 我 你既然都已经出来了 能不能陪我去跳个舞 不行 我们局里有规定 不能去那种场所 时间不早了 我得 我得晚上走了 等等 那你走之前 能不能抱我一下 就轻轻抱一下 胡长官 胡长官 你别忘了 我已经是你的女人了 简谅 你去哪儿了 我 我看科室里 没什么事我就出去转转 怎么了 今天是不是该你值班 今天白天死了两个人 什么 出什么事了 徐顺天 杀了他的拼头 后面的仙人 周阿弟受伤了 那也没有抓住徐顺天 周阿弟的仙人 在静安寺附近 发现了徐顺天的踪迹 他们一起 追到了吉斯菲尔农堂 周阿弟赶回来找你报告 你没在 志愿出去了 不对啊 我记得今天是他值班啊 让他去 然后他就自己带着人 追到了弄堂里面 徐顺天跑了 造成了两死一伤的恶 跑 赵书 赵书这样的案子 以你的经验 是不会出现这样的情况的 这 这个周阿弟真是昏了头了 他 他找不着我可以找别人吗 这么机会 也是柯里的龙倒 柯里的纪律你应该知道 不能对 不是本处本科的人 随便讲案情 况且今天就是应该你来值班的呀 是 没错 建领 你带我去接杨部长 我愿意接受任何处罚 我替你扛下来了 刚才在现场 大家伙都在 不替你扛下来 你回来没法交代 你是不是最近出什么事了 没有啊 你前两天跟朱科长在房间里喝酒 你从来不喝酒的 是吧 朱孝天 朱科长 呦 喝酒吧 太辣了这个 你看 我已经是你的女人了 然后在我办公室门口 支支吾吾不进去 你怎么站在门口不进去啊 怎么站在门口不进去啊 我 我就是刚来浦江不太习惯 老呆在办公室里闷得慌 没什么 真没事 真没事 没事儿就好 志愿 浦江刚刚解放 一切都没有走上正轨 国民党的飞机在天上飞着 这地下的敌人 随时随地地在放暗枪 我们没有睡在保险柜里啊 我们要随时保持高度警惕 你说你这次 是是 你批评得对 我一定好好自我检讨 你放心吧 以后保证不会再出现这种情况了 那个周阿弟在哪儿 我去看看他 医院呢